亞蘭阿登 異端者 這邊什麼也沒有啊 就拿到那個什麼 墨水跟 筆喔 都要拿來幹嘛的 米歇 克魯還想聽米歇演的 但不是剛聽演奏 也太任性了吧這孩子 這根本就是任性的孩子吧 欸 欸 這不會 寫 這筆寫不上啊 塗掉 把畫塗滿了 扔掉沾滿墨水的刷子 高興的微笑著 愉快的笑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來他是因為有人 有人獻給他最愛的人的那個東西 所以不滿 所以才在那邊一直愁眉苦臉看著 哈哈哈哈 喔唷 靠U 嚇我一跳 靠背脊都亮了 破碎的吊燈 嚇我一跳 快走 古老的石碑 柱形石城 不想靠近 彩色玻璃 鎧甲 這是 萌娜麗莎舞微笑 這是維納斯的誕生吧 蛤 沒有 裸體的畫 我就不知道了 牌甲 甲花 裝飾的雕像 裝飾的劍 那是劍喔 我以為十字架耶 小提琴 怎麼了 喔 誰啊你 為什麼我逃不掉啊 蛤 好 等一下等一下 花心什麼事啊 啊卡掉了 卡掉了 抱歉抱歉 失誤失誤 唉唷又卡住了 雨 cos Narin 剛才是克盧鎧 不對 所以真的是克盧鎧喔 可是我絕不像耶 衣服有像啦 可能是因為 沒看到眼睛比所以我覺得不像 可是克羅艾不是在...這裡嗎,對阿 現在真的是克羅艾喔 就直接拿著刀衝進來了 他跟黑白的要自己比對一下 衣服有像阿 你們不講我都沒想到衣服有像對不對 又被鎖住了 我一直下意識覺得那應該是別人 他覺得是克羅艾喔 我覺得是別人,我堅持 堅持,不管 好沒關係,我們上去找克羅艾問個清楚,講個明白就知道了 欸,新老婆,是不是你 我已經厭煩承受著那些東西了 怎麼了 看應該不是啦 怎麼了,要用小提琴演奏月光嗎 來吧 謝謝你米歇爾 他連小提琴都會,會鋼琴又會小提琴 他有什麼不會的樂器嗎 好,這是克羅艾的過去 封鎖的屋子出,莫名出的女孩也很怪啊 是啊 是很詭異啊 在搞什麼,我都覺得這個克羅艾是有什麼問題 我順便擦個眼鏡一下 那怪頭先生是誰 他長得好奇怪喔 到底 他長得也太詭異了吧,父親大了 你老爸怎麼長這樣子呢,你長成那樣子 新曲子馬上就要完成了 雅蘭喔 他就是什麼雅蘭阿阿什麼的是不是 太醜女兒真好看 對啊,完成之後你到我房間來 是,父親到了 到我房間 他想要對他做什麼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 這老爸 我當我變態的尷尬 這老爸其實是個變態 啪啪啪啪啪啪 幹,你就是這樣東西 真的是啪啪啪 真的是啪啪啪 很痛吧,克羅艾 但是我也同樣很痛 真的是啪啪啪 一看到你一臉那樣痛苦的表情 我便也感受到相同的痛苦 淚流不止阿 那你在幹嘛 你在體罰他是不是 因為我是如此愛你阿,克羅艾 什麼鬼阿,克羅艾 你也愛著我的吧 去死吧你 事得不盡道的 你還跟我回事得咧 等一下 求畫面不要吧 讓畫面出來 我怕畫面太美會被ban阿 中國病少女安安 我安喔 是嗎是嗎 這次好孩子我好好表揚你 繼續啪啪啪 還用出一個很恐怖的微笑 今天也是個美麗的月夜阿 克羅艾過來 說起來你最近好像在練習月光這首曲子吧 等會兒彈給我聽聽 我覺得他父親對他的愛似乎有點扭曲 我愛你喔,克羅艾 他是以其他方式來呈現 可是那個方式不是正確的 喔喔喔 恢復明亮了 他解除了第一層的詛咒囉 但他老婆掛了用女兒代替 有可能 很難說 唉唷,他也在那邊彎腰 謝謝大家鞠躬 用愛發電 Dick930123你好安安 五安喔 所以他是用愛發電是不是 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我都很想聽這首曲子 謝謝你米歇爾 相當精彩的演奏喔 嗯 其實這首曲子並不是小停機曲 我自己也加了很多即興的改編 幹他是天才耶 他真的是天才是不是 嗯 但是好像還覺得意猶未盡呢 你現在有在我演奏一曲好嗎 你想聽什麼曲子 不知道 去找約普吧 然後再想這些事情 嗯 我的克羅埃只屬於我的克羅埃 我覺得這個 如果從 所以你從我身邊逃開的話 即使 即使你活著對我來說 這該不會是 他老爸亞當 克羅埃老爸亞當 所說的話吧 激情演出 這兩個都天才吧 只是家人差太多了 欸米歇爾家人 還不知道啦 但這一個 亞當 他是不是天才 我都不知道 我很懷疑 我覺得甚至他可能只是 一個智障兒 一個喜憨兒 因為我不喜歡他那個 給人的感覺 你彈奏得真好 你很厲害呢 為什麼講他彈奏得很好 可是米歇爾好像不開心 米歇爾就一直 一副死了 難怪女兒被關起來 對啊 那女兒 不知道為什麼被關起來 應該是被他父親的詛咒也關起來 不知道他父親還是誰 很古老雕像 喔正常了正常了 之前他們都會看著我 他的頭都看著你喔 現在沒有啦 自己自己自己 去其他間呢 唉唷也都正常了耶 放了一個人偶 所以這邊就 直接回復原狀了 在一樓這邊應該就 比較不會那個 阿福萬歲 到底 所以在一樓應該就不會 會遭受到奇怪的東西 你看連那個 鏡子都沒有 都變亮了 對阿 這正常你可以 我的客人愛我可以接受 客人愛很可愛 除了這寫手藝還在啦 其他好像都 都正常了 應該什麼都沒有 然後這邊可以過去 這應該是 單方面的那個 單向通道 2樓會不會被庸人追殺 誰知道 我們走看看就知道啦 應該不會啦 他們庸人應該是 不至於到 發神經到這種地步 他說在南面 下面這裡嗎 現在也是黑的 他2樓 詛咒沒解開 他只解開了1樓的 有種被誰盯著的感覺 還有一些在意的事 5個女性的名字 你的後面 喔喔喔喔好多眼睛 這裡是怎麼回事 有種不太妙的感覺 看看 在這座公館工作的女優 有 ABCD 15個人 為了方便記憶 我們把他各自的特徵記錄一下吧 A 很高 很顯眼 B 16歲 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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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年輕的那一位 最年輕的那一位 說到庸人想想在YouTube上傳的遊戲 什麼什麼遊戲 欸 庸人 跟我在YouTube上傳遊戲有什麼關聯 老手 C是老手 發生什麼時候去找 是老手 老手 認分的老手 這樣講好了啦 他比較認分一點 就是有發生什麼事 他就過去這樣 急促的竹音 喔 你說他領埔長那個是不是 呵呵 好久喔 弱勢 膽戰心驚被扯備 他是弱智 不是 弱勢 對不起 弱智 不是 反正就很弱啦 然後那個常常被責備的 這是 D 老司機 黑頭髮 黑眼睛 東洋人 他是 東洋的 東洋就是 日本那邊的吧 黑頭髮黑眼睛 OK 所以待會他們這邊都歪過了 女傭的筆記 唉唷 有玩偶掉在地上拿起來看看嗎 先拿再說 有金屬的聲音 看看 夢幻曲選擇童年情景 羅伯特蘇曼所作的名曲 是蘇曼所作十三首 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 夢幻曲中含有夢的意義 那麽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明天 頻道 Crunch insights commentar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